大家好,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中印边界地区视察 也首次公开了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受伤的印度军人 受伤的印度军人也第一次入境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在列城视察前行部队的时候 发表讲话以外还参观了 在第14军总部所在地的医院 莫迪与受伤士兵对打失败的这帮印度兵 受伤的印度兵进行交流 这些士兵统一的着衣 十分整齐的坐在根本不像受伤的样子 我看了一下照片,大家可以看照片 所有人都是盘腿坐着都戴着口罩 然后这个病床也是非常整齐的样子 如果去过医院都知道 如果受伤应该躺着就养伤为主 但是从这里边看 不像是病床 因为有一些点滴,有一些医疗用品都会放在身边 看这个样子没有 印度当地的网友说 病房里全是新的床上用品 全是新的,就是没用过的 看来这些伤员好像是从另一个地方 被临时叫到这个房间里 来给莫迪参观 也没有医疗设备 如果是受伤的话 你做过手术或者包扎过以后 肯定会有医疗设备 药品自己需要吃一些药 地板干净的发亮 看起来像旅馆 这是印度网友说的 那么有些网友也认为莫迪的这一次访问 床上这些士兵根本就不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受伤的士兵 我觉得应该不是 他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士兵没有重伤 都是一些皮外伤 有的地方包扎了一下在腿部 认为这个就是莫迪啊 完全没有把这个受重伤的那些人 真正需要他参观 慰问的那些受重伤的 甚至有些昏迷的 动伤啊 没有把他们叫过来一起慰问 我觉得呢 也不能说人家不对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 莫迪现在参观这些人呢 应该是在15号那天晚上 跟警方军斗殴了这个印度兵 但是你发现没有 就印度兵啊 他一旦自己的领导自己的那个少校被打死以后 就溃散了 你当时我不说了吗 溃散 就一下子溃敗了 啪啪就跑啊 这些兵啊 你看他没有受什么伤 有一些就是卡 腿卡破了 对吧 哪个地方受点皮外伤 这些兵是怎么回事 他跑的快啊 就是他说把解放军都追不上 这些人呢 可能这个莫迪啊给他这个看了一下 按理说吧 印军呢 你看电影里啊 还有这个网上吹印度吹的 就怎么的也得跟解放军说 他招了一下 互相之间打的血肉模糊的 慌慌往脑上吹 结果你看这些印度人 他等于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什么意思 然后莫迪说 这些人都参加了那天 15号晚上的斗 对吧 军事行动 武装斗 冷兵器对决 那说明什么啊 跑的快嘛 就只能说明跑的快 没被打着 打着轻伤 他跑的快嘛 要不怎么死20个 那20个是 要么是笨 要么是真的等大 就像那些有人喊 誓死捍卫什么什么 真是誓死 最后只能打死 这就是我说的嘛 这些人呢 应该是那天晚上 15号晚上 跟解放军对决的 只是他们跑的快 提前回来的 那些人可就惨喽 是不是 第二天早上发现 冻死的冻死 打死的打死 二多个 重伤的 我觉得莫迪啊 也不会去参观 你想啊冻伤 那有的都截肢 脚截肢了 冻一宿 结果这个灵下 大量的截肢 然后有的就脑子刮的 打的都瓢的歪了 是不是那莫迪也不能丑啊 那个丑低啊 增加印度人的仇恨感 你看把我们人打的 所以莫迪一有意降一降 他啊 我觉得这个莫迪是有意的 看着这些伤员都活不乱跳的 印度人一看 哎呀那我们是不是 这些伤员没有 没有太遭太大罪 他要给你看那些重伤员啊 你有时候你心里窝一股火 反而容易把印度人的火拱起来 我觉得印度是莫迪是这个意思 另外呢 如果让你看着重伤啊 也容易打击他自己士气 一看哎呀 你说咱们人打成这儿 你说莫迪打不打 给你看了 打成这样 你说莫迪下不下令 打回去 打回去绝对又得死一批 比这还得惨 所以莫迪不能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莫迪不让你看那些重伤员 绝对有重伤员 你说打成那样死20多个 有的都打开瓢了肯定的 脑袋包的那个 里三层外层 这为啥不让莫迪看 有一些都昏迷在这儿床上 哎呀要死了 哎呀是吧 他为啥莫迪不去看呢 不能看 就刚才我说那两点 他绝对不能看 看完以后你说我打还是不打 不打 不打而骂我闹着 我给你看这么严重你不打 打完蛋了 打不赢 打不赢我也下台 所以莫迪现在是两难 这就是让莫迪视察这个医院 我推断出来 他不给你看重伤员 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没有重伤员 我觉得这个原因 他这些伤员 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照片里可以看 他实际是一个会议厅 会议室 因为他那个医院上面怎么还有投影仪呢 他这个上面还有投影仪呢 你看那个病床有的病床上面放个投影仪 怎么能在医院里面放投影仪呢 这是一个会议室 原来是开大会用的 宽敞一些 临时搭了几张床把这帮病人拉过来 莫迪要见 这就是领导来了 得找个宽敞的地方漂亮的地方 领导接见一下 我觉得莫迪走了以后啊 这些是该回原来的病床 回原来病床了 这些肯定是检测过自己啊 或者是新冠阴性 没事儿 所以呢 这也就是印度莫迪啊 在这装了一下啊 养了个秀 印度人也就知道 真正的印度军医啊 军事医院到底什么条件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这是不能给你看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参加了那晚战斗 这个应该不能假 这个假如果后边被记者扒出来 这印度莫迪别干了 绝对不能有假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青伤员啊 青伤员也就说明当天晚上啊 当天晚上其实是给他们心理造成了这个终身的心理阴影 他下回再见解放军 哈哈 拿着狼牙棒冲过来 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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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梦啊 永远在他们的脑子里回荡 再见是解放军脚的得软了 打死人真打死人 所以我就说 这些跑得快 这些是聪明人啊 嗯 莫迪呢 这一次在医院正式公开了啊 他这些伤员 画面也公开了 我觉得挺好 嗯 还是 我觉得这个印度人哪 其实他还是不明白什么道理 在这块 你说本来可以两个国家吧 咱们友好 是不是 互相商量来 他一定要挑选 一定要挑选呢 自己最后下不来台 他实力不济 你说这国家实力不济 然后下不来台 我觉得呢 如果印度 他聪明一些的话 聪明一些的话 他未来跟中国人交往 他会使用另一个办法 就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 其实 对自己也没好处 你跟中国强硬 你知道打不过 然后还跟中国强硬 弄得自己手里一点牌都没有 那怎么弄了 你国内也没法交代呀 你得找软狮子掐呀 你找中国这个你怎么掐呀 一下被打死那么多人 不聪明 我现在看印度 我现在发现印度人没有什么大智慧 都说印度什么古国 文明古国 你这么一看印度人 真的他没智慧 哪有什么大智慧 你看这些领导 再而我告诉大家 印度医院的条件应该不太好 要不直接在医院里抢救了 抢救室啊 或者在医院里边那个 找莫迪接见一下就完了 现在为啥给他弄到一个会议室 你看呢 还有投影仪呢 肯定医院条件不太好 第一次在国际上 那意思不让你都看一下 都看着觉得这个医院条件太死了 嗯 还是我觉得印度的这个基础设施不好 印度兵啊 也挺遭罪的 吃的其实啊 我告诉大家 我看过印度兵吃饭的那个照片啊 那个饭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象的 饼 知道那个饼吗 印度那个饼 一张一张薄饼 就那么一点饼 那叫咖喱吧 反正就那玩意 就那个玩意 常年吃那个东西 我告诉你 吃一顿两顿行 你常年吃那个 会给你吃伤着的 真的 所以有时候吧 我觉得这印度兵挺可怜的 这么一看啊 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其实也不好啊 打巴巴当兵那个高原还容易冻死 其实没有啥营养 吃的东西也不好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是首次公开啊 海外的咱们爱国的可以看一看 嗯 就是这些兵 那天晚上跑的可快了